刚才啊 何云伟 李京 说的这叫什么呀 五红图 传统的节目 两个人台上是伙伴 台下呢 还是大小辈 为什么呢 小伟是我的徒弟 李京是我的师弟 所以呢 何云伟应该管他叫师叔 两个人在一起呢 配合的不错 我认为大部分好是因为李京好 为什么呢 李京好脾气 您想啊 我徒弟住在回龙观那边 他住在幸福大街 离这么老远 开着车 本回龙观 上我徒弟家里两个人排练去 一般人做不到 这趟不进了 所以说李京是我们后台相当优秀的演员 挺好 人也老实 人也老实吧 竟爱欺负 为什么呢 觉得他好玩 都跟他斗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吧 不想斗 不想斗 也出笑话 4月1号 愚人节那天 李京出一笑话 这事儿太可乐了 给大伙说说这事儿 让您对这演员加深一下印象 4月1号 愚人节 后台啊 一人发了点吃的 什么都有 荤的素的 甜的咸的 辣的黏的 什么都有 好些人呢 不爱吃 李老师是个过日子的人 一看后台扔的满地都是 太浪费了 我的妈呀 一兜一兜的 都给吃了 吃完之后 觉得肚子不舒服 上厕所 到洗手间 方便一下 痛快是痛快 没带纸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 这走不了 虽然说长得熟了 但是不合适 打电话 给谁啊 徐德亮 你给我送点纸来吧 徐德亮乐了 少来这套 我刚接了一电话 还接短信 骗我 我不信 挂了 要了命 他不信 这怎么办呢 给曹云金打 金子我在厕所没带纸 送点来 曹云金子嘎嘎的乐 学我学的够快的 我刚给徐德亮发一短信 你消费了 少来这套 不是 挂了 毕竟傻了 我的妈呀 这怎么办呢 给何云伟打一电话吧 打完了 手机响了 何云伟 我在厕所呢 送点纸来 我发誓这是真的 你相信我吧 何云伟也说了 我相信 我就在旁边这儿 蹲俩俩修了 我的妈呀 现在快板演员 不用竹子的了 改勒转了 你没走啊 帅上点 对不起各位 没训好 我们走起来